大家好,欢迎来到东部手 下面讲解一下关于一拳伞手的基本原则 我们做一下 要求我们要拿的剑架 剑架一定要拿好,也就是称扑中的剑架 在伞手的时候,这个手可以换个自由的一点 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,这个手是这样 但是在伞手的时候,拿着自由的手,这样就可以 这样便于移动防守和打击 首先,这个剑架拿起来 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? 手要指向对方中线 比如我这个前手要指向对方的中线 这个脚要踩入对方的中线 比如说对方的中线就是鼻子以下的这条线叫中线 不管怎么移动,比如说我向左移动也是指向对方鼻子 随便移动,随便移动 你看对方在移动的时候,我这手还是要指向对方中线 但这个还是指向对方中线 所以说,这个是三手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脚要踩中 手要指向对方的鼻子 好,我们做一下这个进攻 做一下 对吧 威胁对方 对方在移动吗? 好 你看这个 可以是不是想 痛快地打击对方超过的 打击对方 对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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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怪色 有威胁 你看 这就是威胁 这就是威胁 好 说明三首指中采中的要领就示范到本